流酸灼伤案例 于5月28号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经过9天的治疗 每天吃药、打掉针、换药 也没见伤口明显好转 病人身上带的钱已用完 于是他出院回厂借款 当天的情况 小腿部变化 6月6号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处理的方法和过程 清洗伤口、撒姜粉、简单包扎 硫酸灼伤案例 经过6月10号在上班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硫酸所流经的地方 皮肤上流下伤痕 当时用温水清洗后 马上用浓姜汤清洗 再用姜泥涂抹 因为处理及时 且方法恰当 只用了14天时间即恢复 6月10号受伤当天 6月11号浓姜汤清洗 涂抹姜泥 前后14天对比 6月10号、6月24号 处理心得 同样是硫酸灼伤的两个案例 处理方法是否得当 是否及时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一个经过14天完全康复 另一个处理不当 整个过程达30天至久 感恩张一世的原始点 太好用 也太受用了 深信者得意 愿大家都能勤加善用 一定会收到惊奇的效果